凉春三月,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盛开了 现在就让我锁住这份春意吧 先订出主轮廓,黄色四股线 绣出油菜花的花瓣 油菜花的花瓣是四瓣 正面我们绣四瓣的花 侧面绣两片花瓣 花心用绿色和黄色的混线绣 用洁丽绣,绣出花心 油菜花顶部的花瓣 先用绿色线打底 再用黄色线绣两针 正面的花瓣 是用绿色线绣一个散一点的结绿绣 在中间加一个黄色结绿绣 纸杆我们用冰线绣 花枝用一股直线绣 油菜籽用四股线绣两遍 再用浅绿色的线 加一些花苞叶子 以后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刺绣教程 喜欢刺绣手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做完畅我 赢大家说've,要不是